来看看这个地方上的恶霸 他基于南港展览馆高达两亿元的扩建利益 故意派遣小弟利用人海战术多次的阻挠工程的进行 来逼承包商就范 以夺取后续土方运送工程当中的庞大利益 警方接过报案之后查到这名男子 两年前就已经用同样的手法 勒索过许多南港区的工程 昨天上午趁着他再度阻挠工程进行时 将他给拘捕 无姓嫌犯站在杀死车前 以肉身阻挡车辆进出 在场远警柔性劝导 试图将他驱离 没想到另一名嫌犯竟无视警方存在 开着百万名车高速逆向 企图冲撞杀死车 这一连串的冲突纠纷 背后牵扯出高达两亿元的土地扩建案 范贤等人啊 他们呢对外都会宣称说 在地的工程啊 就应该由在地的企业来施作 所以呢他们一贯的做法呢 就是会先透过地方有利的人士 那对于这个工程 在进行的工程呢 予以这个来施压 警方调查47岁的雄姓主贤 寄于南港展览馆国家会展中心 扩建工程 多次暴力威胁承包商 承包商心生畏惧 让嫌犯旗下工程公司 承揽三百多万元土房运气案 没想到他近十岁之位 贪心企图吞下高达两亿元扩建工程 近伙同无姓嫌犯 长期教唆小弟到工地现场闹事 查扣到了这个范贤呢 他们携带的这个两具 高伏特的这个电击器 18号上午嫌犯再度率中 现身工地暴力姿势 警方接获现报立刻进行强制拘捕 将雄姓及无姓主贤 依强制罪移送法办 终于让承包商放下心中大石 一电视林书贤 蓝线哨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